哈喽大家好我是哈姆 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开铃铛 非常感谢你们 好的那来玩这一款一键情星 那应该是免洗系列的手游啦 那广告的话应该有在打 那找了郭雪芙来代言 那今天是2020年的2月14日 那就调今天礼拜五嘛 周末上线上市这样子 OK选个女角 创个角色ID 来看一下里面在葫芦里卖什么药 卖的药应该都大同小异吧 只要是仙侠类的MMORPG 几乎都是免洗系列啦 那免洗系列你就要看他的画质啊 一些有没有符合你的期待这样子 那这边是没有声优配音的 没有语音 蛮简略的 然后视野锁定视野 不能旋转 不能放大缩小 所以说在语音这方面 他已经输了嘛 输了很多免洗系列 然后视野方面也不能旋转 虽然他是尾3D啊 虽然他不算3D 那这边的角色 3D模组好像做的还可以 这些妹妹 那一样我先 不要让他自己跑 他一定会打到自己跑 我先找一下画质的设定好了 这边通常都在这边 通常找一下设置 然后有没有可以调整画质的 这边嘛他可以用省电模式 那我用完美 那完美的话帮我重开了 重开是对的啦 因为重开之后可能会有点改善 一些词句啊什么的 一些词句啊什么的 好像有好一点哦 有好一点 那由于他是整个视野锁定啊 所以就变成很单纯的挂机 你也不能转转画面看看旁边的风景 那这个BOSS登场有没有喊一下啊 没有没有任何声音 人物的声音啊 语音 没有那他就偏向于 最一般最一般的挂机吧 最一般最一般的挂机吧 就是放着让他自己去打怪 然后讲讲话对白一下 那依照惯离的话啊 待会应该会有宠物啊 翅膀啊什么的 那现在很多冥洗游戏他也干脆 他也很干脆啊 他就不做 不做那种太多人物啊 就自己做两个职业 一男一女这样子 看你要选择男生女生都可以 就这样而已啊 他这边可以直接跳过对话 对话 那一样是从山上一直往下跳 跳来跳去 就采集 打怪 然后这些界面都是一模一样的 几乎都是一模一样啊 九成九很像 位置啊 百分位置什么功能都差不多 那就轻松玩一下吧 黑水麒麟 这边的聊天是怎么没有出现说某某某某某某某 怎样某某某 怎样吗 不是平常都会洗一堆吗 跳过一下 这边聊天是没东西耶 反正让我觉得怪怪的 是还没实装还是有Bug 是还没实装还是有Bug啊 因为这边一定会出现一堆系统怎么样怎么样啊 然后它是属于有套装系统的 就是你收集了几个部件 那个装备之后 它就会改变你的外型 你看我现在外型改变了 我现在是变成粉红色的嘛 我刚刚一开始不是这个衣服吧 好像不是粉红色的吧 我不知道哦 因为我刚刚没有认真去挤 可以稍微大声一点 因为我家环境比较吵 小朋友不受控制 现在那个因为延长那个函假嘛 那学生就多赚了两个礼拜的函假 多赚两个礼拜 函假就在家里多玩两个礼拜啊 每天就看 看那个机上河 有那个YouTube啊 或是爱奇艺啊 或是VTV啊 我们家是这样啦 我都有 我们都有 都有买那些 每个月要付费的那些东西嘛 那小朋友就会一直看 第四台什么MOD都停掉 因为那都已经比较不合实力了 那音乐的话就是那种古风啦 古风的音乐 古色古香的那种 吹敌吹消这样子 那打怪的话不用说啦 就是 战装打怪啊 因为就 没什么打击啊 你不会想要自己去操作跟他们打 因为大部分都是秒杀嘛 冬皇武神 好 反正这些模组都不知道哪来的 搞不好现在那游戏的那些怪的模组是 东超超西超超 他们可能就 那游戏开发当中选定几个角色 几个怪物的模组这样 然后东拼西臭这样 好我现在有五件是不是 等一下去蓝色装备五分之五 等一下我有改变形象吗 好像没有喔 那搞不好他们有套装效果 看一下 这边是纯修仙吧 因为有这边境界啦 足迹有没有 捷丹 就金丹嘛 足迹金丹 元英化神 炼虚 合体 大臣 大圣 大臣好了 帝仙天仙真仙金仙玄仙 仙王 仙君 呃有在看那个修真类小说应该都会知道啦 这都大同小异啊 无聊来看看 跳过对话 那这边42等会开放作息 作息好像是一只仙鹿吧 这个是郭雪芙游戏代言人 反正就拍拍几张剧照吧 就说是代言人 郭雪芙应该代言不少吧 也不能说代言吧 我就觉得他们只是 一个广告而已 拍几张照片然后就说代言人这样 反正代言这种游戏没什么风险啊 不会有什么风险吧 风险比较低 反正是说如果你代言那些什么 保健食品啊什么 有时候吃出问题啦 就会被搞 好这边有那个手厨吧 充点小钱送这个 五街红武 61级免费体验什么东西 我再看一下 VIP1喔 然后160等 160几的时候可以结婚 结婚系统 OMG 我是不太知道 为什么有人玩游戏想要结婚 我是没有那种感觉 没有那种想法 就玩游戏就玩游戏啊 就玩游戏就玩游戏啊 主要是先有鸡或先有蛋的感觉吧 齁 就是你一定是有认识的好友 然后大家长期一起玩 然后刚好对方要是异性 知道对方真的是异性 然后就说啊那游戏有没有结婚系统啊 以前玩的一些onlinegames没有结婚系统嘛 然后大家就会 互称线上公婆啊什么的 我线上的公 我线上的老婆 那现在是反过来就是给你自己结婚系统 可是我们明明就 不认识不熟 为什么要结婚 这边是九霄仙鹿吗 刚看好快 这个鹿做的还是不错啊 其实 他的那个整个山这个人物我就觉得还不错 比我上一款玩的那个 什么交人剑 交人剑的人物模组就不怎么样 但是他有语音 然后画面可以旋转 我反而觉得还不错 那这一款就 就人物模组做的还不错 3D整个模组做的还不错 好我们都是以免洗系列来做比较 免洗系列也就这样而已啦 我上一款玩的是什么交人剑 来看一下 上一款玩的是就昨天嘛 月满交人剑 它也是一款免洗游戏 就两款比较的话 我比较 我比较喜欢上一款 虽然他的人物模组比较稠 但是视野可以随意转动啦 那我就比较 玩起来比较舒服 然后可以放大 放大缩小 那这就是单纯的那种 2.5D啦 整个锁住 我再看一下可不可以挑战好不好 你不要直接下定论 我再看一下设置 没有啊 他这边没有让你跳 有的他会再出现让你跳 2.5D 3D这样子 有的啦 有的游戏他会让你跳 他这边没有只有画质而已 至少我目前没看到 那我来看一下 这是跳出来是不是 我们可以创三个角色 问题是我们只有两个角色啊 看来没有套装效果耶 只有两个角色 然后你要我们可以创三个人物 那不是很奇怪吗 好吧 反正就依照管理嘛 那个他们开头会唱一些歌曲 那我也不知道那是哪一首歌啦 有的比较好听的话 会有玩家 网友问我说那是什么歌 其实我通常都是不知道 除非我真的特想知道 才会一直拼拼去查 看官方网站 有没有提供那些歌曲的一些 YouTube或是什么 连结啊 哦 这边有了 这边点一下 终于有对话 刚刚是没有齁 现在出现了 出现了 系统的然后还有世界的 不知道为什么刚刚都没有 我们可以把它缩小 不要看 看你想不想看吧 因为 画面的话 一些厨子的功能是还好啦 因为我玩过那种很夸张的 很夸张的迷信 就是一堆课金按钮 然后一直叫你手除 就是你每完成一个任务 他就跳出那个手除的视窗 你可能十分钟他就跳了快十次吧 OK 这边有VIP 我们来看一下 待会会送我们VIP1 那VIP1 的意思就是 大家都是VIP1 就是VIP0 那这边有月卡 那有这个特权月卡 狐狸月卡 除值 30块台币的话是 60元宝 他好像会多送你6个这样 就是有点那种 反例嘛 多送你一点 那我现在有20个这个绑定元宝 这个送的是绑定的元宝 也就是说你在买东西的时候 搞不好有分吧 或者说就是你 今天要退费了 绑定元宝是不可以退费的 所以他们就有时候会这样设定 你不想玩了 那你元宝怎么办 或是你 你觉得你消费了 然后你 你后悔了 是可以退费的 因为我们都会有保护 保护我们消费者7天左右的权利嘛 那有的人他可能一时之间 他就觉得 想要退费了 那绑定了就没办法退费 好像是这样啦 他这个就没有套装 没有整个 变更形象 然后目前也没有看到变身系统 免洗的功能就是做起翅膀 变身系统 然后有的还有套装系统 因为我这 大家有看我的影片 应该知道如果 经常看免洗手流的话 大部分都是这些系统 那自动战斗不用说了啦 都是挂在那边而已啊 那目前VIP1已经启动了 大概你如果跟我一样 大概十分钟吧 你不用跟我一样 废话点啊 连续大概十几分钟 就VIP1了 那VIP的特权 我看不到1有什么特权 1的特权在哪里 没看到 这里 免费传送 然后多30%的经验值 我想说怎么没有告诉我这个特权的效果是什么 大家都是VIP哦 有铜的有赢的 这是铜吧 有马来西亚玩家吗 我这国际服哦 我马来西亚玩得到是吗 还是说他特地跑来玩 因为通常这个游戏 我会玩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台服 如果是免洗系列 然后又是陆服啊 或是其他版本的我就 连玩都不会想玩吧 毕竟那个可能就完全没有人想看啊 完全没流量吧 应该这么说 那台服的话你在Google Play商店上面看到这一款 比如说你看到这款游戏 你又不知道他好不好玩 画面怎么样 那你可能就会上YouTube去搜寻 那有可能就会收到这个影片 那你就不用直接去下载下来玩 你可能看完之后 你就觉得可以玩 你就去下载 那如果觉得就这样 你也不用下载了 就省下一点点时间 因为我虽然我的影片有时候做到十几分钟 二十几分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 两三分钟三四分钟 那边拉一拉看一看 大概也就知道了啦 所以我就有时候懒得特地去剪 剪的话比较花时间 好的那目前已经第三张了啦 玩到这边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坐骑翅膀都拿到了 然后VIP1也拿到了 然后目前已经快七十等了 那你可以蹭到160等啦 看他跟谁结婚 结婚的话 我不知道要不要花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要不要花什么东西 这边只有奖励嘛 我就不知道他可能会要不要 那个结婚系统有没有什么限制啊 那这边副本 副本的或 怎么每个BOSS长的都一样啊 反正他有组队功能啊 那打完这个副本就差不多了 应该差不多了 这个血都是用镖了 直接就消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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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就打完了 没洗游戏的特性就是这样 快很准 让你快 很快 非常快 怎么又跑进来打了啊 所以这个副本可以一直挑战就对了啦 挑战到你失败为止 大概是这种副本 但是很无聊啊 每一关都一样 推出 推出不打了 好 还要叫我打啊 不会吧 不要这样嘛 好 变身系统出来了 就我刚刚说的 这个 在我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 变身系统跑出来了 好 坐骑翅膀变身系统 然后一切自动 一切免洗 一切自动穿装备回装备 如果你用手机小小萤幕玩 你会觉得很轻松 那这边我就不管他了啦 我就让他自己打 做个ending吧 那 人物模组很漂亮 做得很不错 也就这个优点 其他都没有了 其他我觉得他优点很少 他优点很少 那来看一下时装 时装得获啊 初出茅姆 小有成就 这是什么 孔雀鱼飞 好 孝春风 这是武器是不是 点亮 什么意思啊 这个 这个 坐在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石窗 OK 刚刚那边应该打完了吧 我觉得应该打完了 对啊打完了 好的那先这样咯 我是哈姆 喜欢我的游戏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开铃铛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大家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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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